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通知 为了保障生猪养殖用地需求 要求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主动与农业农村部门对接 为稳定生猪生产 切实提供用地保障 做到应保尽保 自然资源部指出 生猪养殖用地作为设施农用地 按农用地管理 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同时在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 合理安排生猪养殖用地空间 允许生猪养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 作为养殖用途 不需耕地占卜平衡 自然资源部表示 生猪养殖眷设 厂区内通道及绿化隔离带等 生产设施用地 根据养殖规模确定用地规模 增加附属设施用地规模 取消15亩上限规定 保障生猪养殖生产的 废弃物处理等设施用地需要 同时鼓励利用荒山 荒沟 荒丘 荒滩 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安排生猪养殖生产 鼓励利用原有养殖设施用地 进行生猪养殖生产 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 进一步制定鼓励支持政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野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